教授 你这是在干嘛 这不好啊 我明明已经吃了假药了 为什么还是不能触摸高压店呢 教授你糊涂啊 假药的药效 怎么可能注意到电流的速度呢 不要再如此 让我应该边摸边吃啊 教授现在不是往高压店的时候 你看看 荒唐这么短的时间内 谁想得到啊 这可怎么办啊 我想到了 这么快 现在的汽车都是汽油或者充电的 那为什么手机是只用充电的 而不用汽油呢 对啊 用汽油的话 就可以防止外星侵入我们的电力系统了呀 That's right 我也想到 其实人类的思维 遭遇超越了光速 数数光光 从太阳到地球需要八分钟 而我 一秒不到就能想到太阳 我的思维 超越了光速 所以 我们可以向四倍传到超光速飞船 也就是我想一想就能冲到一个飞船 That's right 我靠慈开博士 你可真是我们的救世主啊 哎不对啊 人类一直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600年 但人类至少出现了三百万年啊 在公元前1600年之前的人类 难道都是外星人 你就是外星人伪装的吧 我看你才是外星人吧 你也是我外星人 就是外星人 就是外星人 你是不是外星人 你是不是外星人 没事 我理学不存菜 教授 你什么东西 教授 别拦着我 教授 别拦着我 你太难了 一天有24个小时 每当过了23点59分59秒的时候 就会自动重置成零点 永远无法到达24 我们 被永远的困在了这一天 教授 我一发现了 我用西温和瓶子里的水 我明明喝的是下面的水 消失了却是上面 果然 故意就是一场骗局 骗局 不光如此啊 还有一个跌不常识的发现 当我对一根团大的时候 他会向他拔腿就跑 但如果对一个坐轮椅来说 我不该怎么下他 他都不会跑 妈有病吗 以此推论 人都停在腿上 紧急新闻重要发现 地球上有81人 就算现在开始全球不胜孩子 每天死一个人 也需要81天才能死完 所以人类根本无需反映 不 人类平均说没有70岁 也就是70年才会死一个 70成80 也就是说 人类根存活5600亿年啊 给时光以生命 给岁月 以文明 给时事物上的谁又失败了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我发明了无限饮料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看 只要我们埋运不用啥 不要和爱放冰箱里再拿出来 上面就会凭空出现很多水珠 只要我们铁瓶子上的水珠 这样我们用无限的饮料可以喝 人类永远在缺水啊 太好了 我管教授 你可真是人类理解天花板啊 人类为什么要理解天花板 不 不说教授 这下不好了 人类根本就是一场变局 都无数黑色稀了 那为什么在树印底下 却很凉快 难道 难道这是什么交错啊 这是两个世界的黑色啊 什么 还有别的世界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为什么怎么样 这世界 不是我懒了 快说 当我们也会无限海洋的污水的时候 我们可以完全等地球自转到下面的时候 趁这个时候把污水倒向太空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污水拍到海洋里啊 人类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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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刚好专业来到我们最高智商大学生线下研讨会 泽凯同学 你打算报什么专业 我打算报清华大学的 医学专业 哦 莫非你对医学也有所研究 因为我找到了能让人的身体 永远健康的方法 我们只要去医院体检时啊 写上别人的名字 那不管体重是什么问题 那都不是我的 这样我们这辈子就什么病都不会有了 Unbelievable 诶 到我了 我报考的是复旦大学的社会学 哦 突然一个提案 把小偷变成一个合法职业 要求考资格中 然后故意不让过 不是天下无贼了吗 卫子 文部同学 想不到的年纪轻轻 就已经开始关注整个社会的走向 不愧是高考历史最高分啊 假如此 我也不再有所保留了 我一个能让人类永生的方法 众所周知 没有结婚症 是不能办理离婚的 同理 没有出生证 岂不就不能死 Oh my god 我懂了 我直接就通知所有人 把出生证明全给丢了 这个世界是假的 教授 教授 你怎么总是脚不开啊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根本就虚假的 你说我们根本就不存在啊 教授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啊 你仔细想想 人在真空中不能呼吸 人在水中也不能呼吸 真空中什么都没有水 水根本就不存在 人体有百分之七十是水组成的 所以十个人中有七个人是不存在的 怪不得了 我现在铁雪糕的时候 会像雪糕龙化 而我就算不舔它 它也会化 难道 隐形人 你给我清醒一点 人哪能隐形啊 有外星人啊 外星人 难道 难道 难道是原始人 你喜欢那些平空吹的原始人 和我们所持的计划论 是脱节呢 你的意思是 原始人就是外星人 我知道了 等等 我早上都看外星人方法了 什么 你快说 我们长生一转眼时间就过去了 基于左下右减的原理 假设我们向左转眼时间就过去了 那我们向右转眼时间岂不是回来了 向左去到未来 向右回到过去 我将其成为 时间之眼理乱 原来我们人类还有这样的能力 太好了 外星人 这样根本无法战胜我们 同学你好 听说这是语言作文 你不特别难 很多人都写不出来 你怎么那么快出来了 我审题的时候 发现规则是少 我甚至扣一分 那我直接感觉不写了 这样他最多才扣我十六分 我还有四十四分啊 你一直采访是吧 那我说两句啊 为什么高考期间 高一高二都放假 就我们高三都放假 这太不公平了呀 同学 因为今天高三要高考 啊 是今天高考考 偶越大 偶动越多 偶动越多 偶肉越少 偶肉越少 偶越小 所以偶越大 偶越小 不对 有点是不是错了 怎么不对 你想地球是圆的 圆的360度 那直角是90度 这个直角 地球是不是正方形 不是 地球是490度的热水 有没常识 真的是 为了严格管控 考场作弊行为 从今年开始 所有考生 一律不得进入考场 这样就百%保证 没有考场作弊行为发生 我们三个 有人是AI伪装成了人类 来吧 证明你们自己不是AI 这还不简单 我先来 三角形的稳定性最高 那如果把所有的技术都文字都改成三角形 那我就不会把人交成事故了吗 很好 AI是绝对想不到这一点的 这是属于人类的智慧 真的 我也想到了 我们每次过年的时候都长大一岁 过世又长大一岁 一年还分养力跟阴力 所以我们一年长大四十岁 也就是说 本来能活到八十岁 现在活到三百二十岁 没错 我们的寿命增长了三倍 教授 我们俩的证明自己是人类了 那你呢 哼 你们想想 贴着贵重物品四个字的箱子 里面的东西就真的很贵重 那么 我们只要在任何不值钱的物品上 贴上贵重物品四个字 这样人人都能变得富贵 天哪 AI个想不到这种 让人类共同富裕的方法呀 你看来 十字台极其坏了 我们都是人类 我就知道 太好了 我们都多累 对对对 三台固扎原来 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回去销回 你说什么 你如果到上因为蓝耳机坏了 该去看耳科还是 世界大战 一群蠢的货 教授 教授 我有新发现 情况仔细 边走边说 我们都知道 把油倒到水里 油就会浮在水面上 所以我们只要在下雨天 在自己身上涂满油 这样就可以直接自由飞行了 你这个想法太棒了 这样解决了许多资源问题 可以做到世界大战 走 快去联合过天 嗯 嘿同学们 我也想到一个 人类每天都是月亮出来了 在睡觉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将月亮更名为太阳 人类 就不需要睡觉吧 不愧是教授 真是太聪明了 按你的思路走 人潜水是不能呼吸 要当被上很重的养性 冠潜水时 就可以呼吸 所以 只要我们身体达到一定重量 就可以直接水下呼吸 没想到 只是走了短短几十米 我们却将人类的文明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成功了 我成功研究出来了 三人进了倍数彩虹 而地球也能倍数彩虹 所以 地球是三人进的形状 我们成功打破了地人说 跟地平说的两种猜想 太好了各位 跟我一起去阻止 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三人进了倍数彩虹